OnePlus 5T A5010 这部手机同样是OnePlus 这一家在2013年内地成立的新创品牌公司 采用了iPhone作为原型的外观设计 里头的软件就是采用了Google的Android原生系统 这个系统LG和HTC都一直是原用 它就好比Google原厂的手机Google Pixel一样 如果以Google Pixel作为正统 这样 OnePlus就是属于表兄弟姊妹或者堂兄弟姊妹的关系 因为采用了安卓的原生系统 所以有很多保安和安全升级等等的问题直接由Google去到负责 就好像一个Intel Inside的策略一样 所有的电脑就交给Microsoft 变成了Microsoft Inside 好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安全性基本上得到解决 还有所有的Apps就可以直接 在Google Play下载 免除了很多backdoor的问题 不好的地方就是 就好像一间屋 这样一样它是没有装修 也就是没有代工厂 或者是其他第三方的升级或者是附加值的Apps 附切了在里面 例如没有游戏 这一样东西会附切在里面 OnePlus在设计这一部手机的时候 是特别 抽高了解像度 去到1080个Pixel的超清 为的就是提供更合适的多媒体体用 同时之间因为要支援日后 Google系统里面所提供的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的功能 所以整个的手机 由外观设计开始就要预备日后作为运转的用途 则得起来